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进去的 华为任正非后门 多维新闻网报了 任正非再否认华为做北京间谍 如果真有后门 美国早发现了 这是一个相当诬赖的说法 这是老流氓诬赖的说法 对不对 你没发现 我推出你说你太贼 对不对 你比我贼 如果我干什么坏事 你还 难道不知道吗 跟他没关系 我们举个例子 那人说了你邪书在外偷汉子 你知道吗 他应该知道 他比我贼 这话能说吗 你要跟你身份对上 北京地痞流氓可以这么说 你是任正非 你是华为的总裁 对不对 而习大大对你是如此的厚爱 对吧 那代表着国家 代表着党 代表着意志 代表着天地 代表着无我之精神 能这么说话吗 是吧 我觉得这个最关键 这是土流氓 老流氓的话 这种 说是不是他说的 那他要这么说 我只评券这句话 他是不是流氓 跟我没关系 但这种话在北京说吧 就是流氓 对不对 对 如果真是北京真是有后门 美国人早发现了 因为美国人比我厉害 美国人也是打歌放屁吧去做 任正非 华为愿意和德国签署非间谍协议 并且不装后门 腾讯网 有签这种协议的吗 有这么说话的吗 对不对 那他娶了仨老婆 他跟第二个老婆说 我娶了你之后 我以后绝对不娶第三个 因为我娶那贼 能签这合同吗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很有趣的 我跟你讲 中国人的语言太丰富了 然后呢 共产党辩证为无论的东西就是流氓理论 对吧 就是流氓理论 上嘴唇骂下嘴唇 下嘴唇骂上嘴唇 这就叫辩证为无论 我让你看手心 我哪有手背啊 你给我举句 你给我手背 你看着我手背吗 你看不着我手背 你凭什么说我有手背啊 这不是流氓吗 你要真的能知道我手背的话 他们是肉肉相连的 对不对 你给他画出来 你怎么也有点蛛丝马迹 你看我说的比他还聪明了 给你看手背 这就是手 这不是我的手吗 你告诉我 有没有手心 我就说没有 我要有手心 你早就看着了 我这手就在你眼前呢 每个含毛孔都看着 对不对 这是辩证为无论最邪恶的地方 但现实这个环境中 人们太深刻了 就是说 我觉得大陆人也不容易 大家会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这是一个 这真的是土流氓 这是土流氓了 细节不用看了 我觉得没啥意思 如果中国要华为安装后门程序的话 任正非说会坚决拒绝 我们跟大家介绍过 党 他回避了中国共产党 用的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的老板叫李克强 李克强是给习近平打工的 这事咱弄清楚了 他也不让他抓着 他也怕最后习近平找他麻烦 你以为呢 他怕习近平找他麻烦 那习近平都我将我了 随便就可以这么说了 那他不怕他找麻烦 他又何尝不知道习近平不高兴 心眼小 整他呢 对不对 那这个道理都是 都是个个没有一个正常的 全都自己揣着心眼的 华为德国副总 我们的产品没有后门 这是 这是这个 德国之声 2月26号写的 2月26号 这是在巴塞罗纳世界移动大会期间 他的表态 德国人的说法 对华为的争议已经进入了危机百科 有些人给他写出来了 不信任华为的背后是不信任中共 那这是博弹网直接对他的定性 那这是我们跟大家做了一个开场白 那开场白的意思就是让大家看到 任正非的坚决 任正非的坚定 那其实里面还有很多任正非说 就是中国政府让我们装 我们也绝不装 等等等等等等 在这个背景之下 两个小时之前 现在是 两个小时之前 4月30号的中午 华为承认自己曾经安过后门 而且借助后门 曾经窃取了几百个意大利人 公司个人的资料 在发生在2011年 文章原文 文章原文出在华为市场 对不起 文章原文出在彭博新闻社 沃达夫 沃达夫应该是英国 应该是英国 英国是德国最大的电信商 可能是英国 我们一会儿再看中文了 我查一下 发现了华为设备 本身藏有后门 藏有后门 这篇文章是 11个小时之前登出来的 11个小时之前 就是4月30号登出来的 那这篇文章 它最新的更新版呢 大概是两个小时之前的更新 我看的是另外一个 一个转接的一个网站 是它叫B.N.N. B.N.N.彭博社 B.N.N.是加拿大的 彭博社 彭博社本身的文章 全都是封锁的 必须交钱的 那我没有看 我并没有在那去注册它 每个月收钱的 所以 但是呢 很多原文 它会被B.N.N.收藏 那我看到了B.N.N. 跟大家转载这个 我就跟大家讲清楚文章的来处 但是呢 我看到彭博社的 它的推文上讲 两个小时之前 它更新过 但这篇文章非常长 我估计搞不好有上万字了 跟大家展示一下 它 它的发现的时间 是在2011年 这是关键的部分 2011年 沃达夫发现了华为的产品的问题 要求华为 在它的 就是 家里面装的router 叫什么 路由器应该是 在家里面装的路由器 这是家庭使用的 有后门 把后门移走 而且呢 要把这东西呢 给修好 但实际 在实际 在后来的测试中 发现 它的安全隐患依然存在 根本 没能修好 这是 它的文件显示出来 郭达夫的文件显示出来 提醒大家 英国情报部 英国最高的国家网络情报中心的技术史 对华为产品的评价是 它的安全水平停留在2000年 这是2001年 2011年 停留在2000年 那 这是它的安全水平 所以 要求华为提高它的产品的安全的保护 但是呢 它 在英国的报告中 政府间谍部门的报告中说 它不认为这个做法是 中国政府一定要求它这么做的 所以我提醒大家 你看看英国首相的做法 英国首相 力排五名主要的内阁成员的反对 非要允许买华为的东西 说哪么买根华为的天线 你们家吃拧了 你买一辆汽车 所有汽车里头都可以不要华为的 说干脆给它安个罗姆吧 安在古路上 咱们古路飞了怎么办 就那个破东西 我跟你说 就那个破东西 就是华为的人 华为的代理人 今天已经被逼到 被氛围给 环境给逼到这份上 所以这是正与邪的较量 那邪的东西 邪恶的东西 往往表现出 是个体者的存在 但这些人是有权利的 他道理很简单 他如果没权利 人花为花那钱干嘛 对不对 外头买一剪不辣的 说让你多剪点 这事有点不太容易 可能有 这篇文章非常长了 这是你看 到这 大家看到这篇文章非常长 我期待过后不久 会有人把它翻译成中文 我们没办法跟大家这么来分享 在我们看到这个基础上 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之前 那华为承认了这件事情 那华为承认这件事情 那我想说呢 彭博社可能他的更新呢 是把他的承认的文章拿出来了 华尔街日报 我们华尔街日报 我们是订阅了 今晚他收钱我们订阅了 那华尔街日报里头去转载了 华为承认自己 按钮后门的内容 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 沃达夫曾发现 华为设备存有安全漏洞 英国的 没说错 华为有技术有限公司 星期二正式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我印象中 如果他是英文的话 应该是美国公司 就是现在在美国被告的 就是他 应该是华为在美国的分公司 证实承认 英国无线电运营商 达沃达夫 空中通信公司 在2011年到2012年 发现的这家 中国公司提供的通信设备中 确实存在着安全漏洞 确实存在着安全漏洞 这是沃达夫的英文的标志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这是美国公司 承认了这种漏洞 他称相关漏洞 当时已经解决 但实际文章里不是这么介绍的 华为是全球第一大通讯设备供应商 那美国监管机构 一直以安全担忧为由 向该公司施压 彭博社率先报道了这个消息 所以华尔街日报本身 只是通过彭博社的快讯 来快速报道了这件事情 就是说美国分工 华为公司承认了他的问题 在电子邮件的声明中说 软体漏洞是整个行业面临的挑战 与所有资讯与通信技术供应商一样 公司拥有一套完善的公开通知和修补流程 在发现安全漏洞时 公司会与合作伙伴密切合作 采取适当的纠正措施 非常合情合理 非常冠冕堂皇 非常正当的答复 对不对 那你如果 如果他这个说的不对的话 你用的苹果手机 他也软件经常更新 对不对 那Windows老爷爷老更新 所有东西都是这么更新的概念 对不对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确实存在的 这个问题也是现实的 但是呢 他用冠冕堂皇的这些话 第一 关键的问题 他承认有后门 承认了后门 第二个 他用 他把别人都拉成 恶劣的 卑劣的 都当成卑劣者 来共同面对这件事情 而别人不是 而别人不是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他的借口 他的借口非常的 卑鄙 借口非常卑鄙 说最通俗的 最通俗的概念 对不对 我们讲过说 说美国 说中国的人权有问题 然后中共 然后五毛就说了 美国的警察也打人 也杀人 那是没错的 对不对 那那个时候 我后来逼得我 在讲节目上 没得说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描绘了 有个最通俗的说法 美国有卖银的 你媳妇卖不买 立刻就没人说了 所以有些朋友说 涛哥的语言 涛哥的语言 直接点到个人的痛处 邪恶的痛处 这个东西 这个说法是一样的 她是邪恶的 她是只达鸡狐狸 然后她说 所有女人都会诱惑人 要不然她怎么生孩子 大家听懂我说的意思 她是女人的身体 她是个达鸡 但她是个狐狸 可是表面她是个女人 然后她讲 所有女人都会诱惑人 然后 所以就这样 那她诱惑的时候 你得允许她诱惑 好 这就是她的邪恶所谈 苹果日报 把彭博社那篇文章的中文 做了一个中文梗概 基本她讲出了其中的故事 二维危机 固网设备 那就是 我们说的 刚才她讲的是在路由器 原文是在路由器上 确实藏有隐藏后门 曾经 造成了沃达夫的 在意大利的用户呢 显 显 几乎显 被人叫窥视 她 她这么写呢 是因为 苹果日报 应该她的文章里 在她的 抬头 起抬头的时候 有一些要求了 有一些要求 欧洲最大电信商之一 沃达夫 多年前已经发现了 华为 向她的意大利的业务提供的软件中 藏有后门 华为有可能在未经授权下 进入意大利数百万家 数百万家家庭企业的 雇往系统 甚至入勤到入户的个人电脑 那这里是沃达夫有问题 她是英国第一大是第二大电信商 应该是第一大 她比李嘉诚的那个叫 叫什么 突英国要大很多 在英国的概念 在英国有关华为产品问题的时候 讨论的这么激烈 打斗的这么激烈 她莫不作声 她莫不作声 所以钱把人全毁了 这是很简单 钱把人 她知道发生了什么 都是她经过的 那现在呢 是这篇文章揭示出来 是彭博社的记者 挖到了相关的内容 而沃达夫自己却不说话 对吧 就像他占了王莫便宜似的 其实他自个是个王 这个我跟大家解释的意思 这个过程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个过程 是人选择善与恶的过程 根本不是你得与失的过程 什么叫得 什么叫失 对不对 站在利益上的人 大多都是邪恶的 助纣为业的 站在利益上的人 他想不邪恶很难 站在利益上的人是什么 贪子 就像我说的 那夏娃 在一造出来的时候 他的生命里带有这个贪子 采尔诱发出后面的一连串的故事 否则的话 伊甸园的故事就不存在了 那不存在 今天一切概念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是神的造化 里面呢 又有出现了这么样的故事 来启勿着人 启勿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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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种相生相克的过程 该公司曾经在彭博社报道 沃达夫在2009年到01到2011年的安全简报文件显示 在华为提供的设备软体中 发现了多于一个 多于一个 几个 对不对 一个之上的 隐藏的后门 那 有可能让华为在未经授权下 进入该公司 在意大利的故网系统 你看 习近平这次去的还是意大利 对不对 一带一路也是在意大利 这个我将无我都是在意大利 那有朋友说你这个根本搭不上嘎 时间是个神 第一个第二个 这世界上没有两人一样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重复 重叠成为一个 没有 除非机械化产品 那机械化产品的任何工具 你可以把它说成是一个 只是你眼睛看起来一切的概念是等同的 但它依然有着不同 但是人不一样 人即使是双胞胎一块落地的 它也能分出来 也没有俩一块落地的 从娘肚子里一块伸着脑袋出来 没听说过 对不对 那娘就会受不了了 对不对 不可能的 所以当没有俩一样的时候 这东西一切都是前后有因缘关系的 都是有着因为所以的 我以为这个理解起来不是很难 那如果有朋友说 还是觉得你这话说的我怎么听不懂 嘿嘿 等明儿我想起来怎么能听得懂 我觉得你能听不懂 我再给你举别的例子 我这就说不出来了 沃达夫在2011年要求华为在他们的网络 路由器中移除该后门 有关后门 但随后的检测显示有关安全问题 依然存在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那段英文 说的那段英文 那很显然那一段英文是把问题解释出来 解释出来 后面再讲整个问题的所在 沃达夫还发现被隐藏的后门 存在于光铅的通信服务连接点 你看 连接点上 并以宽屏中 以及宽屏中 用于连接不同网络的观察处 你看 这些后门 是让华为可以轻易的 进入沃达夫用户的个人电脑 以及网络中 我跟大家解释过 我说华为现在卖手机 拼命的卖 每一个手机都是一个节点 每一个手机都是点 在他华为的5G的基础上 他一定要有一定数量的点 十个亿 你比如说十个亿 华为的手机的话 或者十五个亿 华为手机的话 在一定的区域内 他一定是受这限制 傻瓜我都能理解 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 你比如说在英国 或者在欧洲本土 他如果有了十亿只手机 而他的5G铺设 在他承载着这十亿只手机的时候 当占据了欧洲本地的百分之四十 乃至百分之五十的时候 其实通常的节点 都是按照黄金分隔的 百分之三十六 百分之三十三点六 就是三分之一的位置 当他达到三分之一的位置的时候 这些节点同时被输入 被激活某一个软体 人可以全杀掉 人可以杀掉的 有人说你吹牛 到现在人们也承认 在你睡觉的时候 你不要把手机放在你脑子边上充电 你承认吧 那东西就这么个东西 就在这放着 你能说话 你能打歌 你能放屁 你能聊天 你能谈恋爱 你什么都能 这空气人家看不着 他不得接上 脆过兔米 这兔米也得跟那个点上搭上 脆过兔米 这兔米还走出了一个弧线 你看他美不美 漂亮不漂亮 对不对 我说的意思 他一定的在他软底一定的有着一定的 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力量 当这样的数量达到 当这样的手机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 手机跟手机之间 他共通的某种东西是连成网络的 对吧 几根线对你没关系 如果这如果有五千万只线横着走 就像纬度一样 有五千万只线竖着走 就像京度一样 只要他突然时间发起来 整个欧洲盖在华为5G的网络的控制之中 北京的鸟巢你知道吧 就那家巧的家 每次我说这 那北京人全死绝了 让他起这名字 你们家家巧就那么不值钱呢 南方人听不懂 这北京人骂人的话 家巧就是小兄弟 男人的小兄弟 所以北京奥运中心就是鸟巢 你说那是什么地方 他都不换内裤了 什么东西 那能叫文化吗 今天我们看到的共产党的文化是这个来的 就在那个时间点上是大屁股撅起的 我嘴里说的是大屁股撅起的形象 他们人家已经扒光了 你那还要面子说 哎呀 你讲的话有点不太文雅 人鸟巢说的文雅 为什么 你听不懂 他糟蹋你了 你都没听懂 你说他文雅不文雅 你在里头还大喊呢 对不对 大喊 大国崛起 你看那谁 李宁 算个绳子还在里头飞呢 老家小老鸟 他当鸟飞呀 多能糟蹋中国人哪 还我还糟蹋你 我只不过跟你说明白那是什么东西 听见真相的话总是不爱听 这是他 其实这是有线网络 对不对 他也讲的是在路由器上 是固定的光纤上 那如果你把光纤换成5G的无线网络 你把这样的连接点换成一个个手机 这就是习近平的 这是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想你朋友应该能理解吧 这个这个这个 所以天要灭他 这是天故意灭他 故意死他 沃达夫自己不说 这都是十年前的事情 沃达夫自己不说 却有被人家彭博社给接了 彭博社 沃达夫技术技术人员 在购买一批由华为生产的路由器后 即使发现存在的安全问题 当时就已经发现了 09年10月的内部会议中指出 路由器有26个安全漏洞 其中6个属于关键性的 有9个为主要漏洞 华为曾多次否认在设备中 留下不必要的后门 将相关电讯资料 备份给北京 诅咒为虐者遍地都是 所以习近平的做法印钱 印钱把人当肉买了 我就不信你不卖 你出个价了 你要一百万 我牛奶给你一千万 我搞不定你我就不是爷 北京的深圳的上海的任何一地方做买卖的 改革开放那年代就是这么做的 改革开放那年代就是这么做买卖的 86年87年 我们举个例子 86年 30多年前 86年87年 86年87年差不多 88年 广东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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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一个货柜 40尺货柜 万宝路烟 油 油不是货柜了 就利死了 万宝路烟 什么这个 一云矿泉水 咱们就说这意思 民用的东西 一个货柜 就到这个派出所那 啪盖一张 八万块钱 走你 大家看到的广东的烟 走私烟 谢尔顿万宝路 35 有一个算益 就这么来的 他想不挣钱 你知道那海关拿张的那个人 他想不挣钱太难了 他不敢不挣钱 他也他没办法想自己不挣钱 他屁股坐在椅子上就行 那时候就这么买的 买了三十多年前了 今天他习近平当初在福建的时候 都是这么买这么卖的 吹牛皮 胡说八道 所以谁今天都明白的事 再绑着中共的话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是鸟巢里的哪根家巧 对吧 那人家李宁还飞了一把呢 那年代你连飞都飞不了 那年代他飞了 国家副主席飞了 这有时候想想 真的那个东西 真不是个东西 你说这算什么我将无果 有时候想想真的 真能糟蹋 他真能糟蹋自己 他明明知道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恶的 他为了自己的虚荣 为了自己一种自恋的心 我就讲习近平现在陷入自恋的氛围中 他要不自恋 你人曾庆红说的明白 对不对 习主席好啊 还有毛主席 当然 还有江泽民 这个胡锦涛 那习主席好啊 他不埋在你 不埋在死你 对不起你 什么东西 其实曾庆红嘴里就是 那真假曾庆红放在边 但那个人就说那意思 那算个什么肉 他真的在骂你 否则的话 他不会把你习主席跟毛主席给挂上 他为什么不叫胡主席 不叫江主席 他曾庆红是棒着江泽民来的 他都不叫江主席 对不对 他知道你耗那口 他知道你是自恋狂 才那么整的 那你自恋狂不就 明明你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儿媳妇大肚子装哪门的孙子 哪家的儿媳妇装的哪家的肚子 装的谁家的孙子 现在都乱了赢了 可不是就不知道了 好 沃达夫强调 有关问题已经解决 华为也可以继续争取沃达夫的 相关电信工程设备供应合同 他的行政总裁说 早前曾经公开反对 封杀华为参与欧洲的5G 并警告这样做 只会令成本上涨的 将5G的设备工程出现延误 你看 他不是就自己把孙子 当成孙子给卖了吗 没错吧 他自己就明确就这么讲了 那任习近平也讲清楚 你戳件 我一定买你 就买了 对吧 大家看到这是这种真相披露 都是真相 我相信这篇文章爆炸性极强 爆炸性极强 资料显示沃达夫08年 开始购买华为的路由器 这个无线 以及在意大利提供电信设备服务 之后扩展到英国 德国西班牙葡萄牙 所以大家明白路由器跟光纤 你给它改成5G 这就是它的战略 这是今天习近平的战略 这是华为的战略 这个当它一旦成功之后 那就是不得了的 美国呢连续出了几篇文章 不同的人针对这个问题在 对不起 美国在针对这个问题在讲话 在讲话 相当具有争持 但是我个人觉得时间是个神了 它的真正正的力量起来的时候 恶的力量在消亡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种故事 但是呢 所有跟党走的 所有向着共产党说的 一定是钱 一定是钱 对吧 那就是丧尽人格 我真这么讲 丧尽人格只有钱 所以这是生命的败落 这是一种炼狱的过程 你看到了钱 看到了利益 叫什么 浴火焚身 浴火焚身 感谢朋友们的咖啡